学习谷谱是想成为象棋高手的必备课程 那么人工智能推演也是我们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那么今天这句我们将结合人工智能为大家推演出气马十三招的盘外招法 好 我们直接走到开局 双方依然走成顺炮横居对直居的精彩变化 那么接下来红方直接穿弓而过 准备进居点住黑方进居过河 红方进居压制 那么此时我们前面有讲过比较好的黑方是马二进三 他也是担心红方平居过来既吃炮又打马 选择了马二进一 这就给红方了一个好的机会采取了一个居酒进一 这就形成了气马十三招的基本开局正式 这里通过气马的话也是引诱黑方打马 此时黑方直接进炮打掉 那么打完之后呢 红方目的主要是先气后去采取进炮 攻击黑方的七路马 一旦七路马攻破之后呢 中炮发出能够形成了一个一炮正五子 同时红方借助先手之列双击 出击速度比较快 而且双击通透 这样的话能够形成一个速杀 好 前面五种变化 我们都为大家介绍了 今天我们继续延续最后一个变化 四六进五 那前面一局啊第九集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如果说红方此时走居酒平四的话 这样的话稍微还能够延缓红方的脚步 稍不注意的话黑方还有翻盘的机会 那么我们提到过比较好的就是直接瓶炮打马 这里我们也做简单的说明 其后面前面其他的变化可以往前面合集一起观看一下 此时最为正确的就是直接瓶炮打马 这也是人工智能给出的精彩变化 打完之后呢 接下来黑方就得注意了 此时啊黑方如果说不注意的话 很容易在这里丢子丢失 首先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推荐一下 黑方目前来说这个炮现在在底线 它比较好的就是居一平二 那么它能不能退居回来抓炮呢 此时这其实在这里啊 我们通过三个变化分别为大家讲解 首先我们说明 这里打完马的主要目的就是接下来中炮发出 实行了一个一炮正五子 从中路展开正面进攻 那么黑方有三个变化 第一个是退居回来抓炮 第二个是炮二退六进行的退炮守中族 那么第三个变化是居一平二 首先我们看 如果说退居回来抓炮的话 此时洪方直接品炮打马 这里打完之后呢 它比较好的就是进居吃掉 如果说用相吃掉的话 反而这个居还没出来 出居的好处是接下来有居一平四 跟我们对调这个卡住相眼的这个居 因为这个居卡在这里 是让黑方始终是有一个心头大患 那么这里吃完之后 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巧妙的暗藏手段 就是捉黑方这个死炮 首先我们可以看品鞠抓炮 此时只能躲掉 再次抓 只能炮一进一 接下来再把鞠退回来 显然呢 红方在这里多吃一子 局面至此啊 红方目前来说啊 双鞠马炮 黑方中炮发不出 同时红方还有进炮打中族 所以说这样的话 红方手段比较强烈 黑方不得适 好我们继续再看第二种变化 那么接下来红方是直接要进炮打中族 他能不能炮二退六进行守呢 实则这样的话也会丢子 因为你守出中族的时候 红方平鞠抓炮 这个炮无处可走 那么感觉比较好的话 居一平二实行一个对决 实则红方进鞠吃掉 黑方回马踩掉 红方再次出鞠 这里捉双的话 显然黑方既要丢炮 反而这个马呀 也是陷入困境 局面至此啊 红方依然是鞠马炮 而且是双炮 尽多一大子 黑方不占优 主要是黑方这个鞠的位置不好 他既不能呢 鞠八平七吃兵 同时也走不到鞠八进一 显然这个鞠啊 在这里是一个尴尬的禁定 这也充分说明呢 我们在开局布局的时候呢 后方子力还没有启动好的话 突然间这个鞠啊 近鞠过河的话 稍微有些头重脚轻 那前面推断两种方法呀 第一退鞠抓炮 第二呢 是炮二退六进行的手中组 这两个变化 黑方都将丢子 那就由此可见 他第三个比较顽强的变化 就是鞠平二 即手足炮 防止我们平鞠抓炮 抓他这个死炮 同时这个鞠啊 出来的也是有一定的攻势 好 此时啊 就又留给红方两个抉择 接下来是进炮打中组呢 还是鞠九平四呢 那这里我们也给大家稍微做一点分析 顺炮布局的话 大家都是当头炮的话 抢占两个内斗啊 是决胜的关键 因为两个内斗 进个弓退个手 同时鞠卡向眼啊 这也是非常难受的一步棋 此时我们推荐一下 如果说红方直接中炮打掉中组的话 感觉一炮正无子啊 实在后续啊 这没有什么力度 因为黑方完全可以再次啊 炮二退六和前面一局啊 有一样的异曲同工之处 这里打捏的中炮 同时抢占一个先手 再次进鞠抓马 显然这样走的话 黑方啊 还抢到了先手之机 所以说红方在这里 打中组啊 要慎重一点 比较好的就是居九平四 先双距啊 占据内斗 此时接下来就有进炮打足 此时红 黑方啊 赶紧退炮守住 红方进鞠点住 好 那么这里啊 眼看红方双炮双距啊 已经濒临沉下 黑方目前来说啊 这个炮退回来 守住中组的时候 这一块子力啊 显然呢 被困住 牢牢的待在家里 不好开展 他也只好选择退居 回来抓炮 实在这里还有一个退居 回来守向 但是这个变化 也是非常轻而易举 容易被攻破 我们就看他退居 抓炮的变化 此时红方平居 接下来准备打向 黑方选择向其进去 好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仔细观察 分析啊 现在红方啊 是濒临沉下 然而黑方啊 完全成一个防守的状态 而且子力啊 在老家困住 不好开展 此时红方非常胆大心细的 直接选择了 濒三进一 准备启动后方的力量 前方子力困住啊 显然拼不过 把这个马一旦跳上去啊 能够加强火力 此时黑方也没有办法 选择了足一进一 他也是想活通 这个一路马 那么就在这时候 红方再次使出啊 右击战术 直接来一个马三进四 这步起啊 可谓说是非常的高明 这不是引诱黑方 炮打中兵吗 黑方如果不打的话 目前其他子力也不好开展 所以说 黑方选择了 先下手一炮 正无子 这样一个实行的 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当你这里打完将军的时候 红方是将计就计 直接进炮打掉 这里来一个反将军 如果说你不打的话 好像也不太合适 现在黑方 品炮打掉 红方上马吃掉 好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接下来 其友们一看了 这是红方采取 故意采取了一个交换的战术 实行了一个火力集结 再重新组织新一轮的进攻 打破黑方的防守阵型 那么接下来 黑方走了一步起啊 也是非常的凶狠 直接来了一个G2进8 这步棋啊 看起来啊 感觉好像目前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实则接下来 他再来一个G8进6的话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平定冠杀法 他进G的这步目的啊 就是现在有当头炮 红方不好撑势 也不好飞向 主要是控制帅 不让红方帅无禁忆 那么这里感觉好像 黑方有非常大的反击之势 实则在这里啊 红方采取一个巧妙手段 直接平炮打下 这步棋啊 打完之后的相信球们一看 这里采取一个气炮 黑方还不敢吃 那么现在黑方又有两个次度 第一个是采取 G8进6进行的进攻 平顶冠杀棋 第二个是采取 G8退2进行防守 我们先看他进攻 这个计划能不能行呢 感觉好像接下来非常凶猛 实则在这里啊 红方是快人一步 我们也把这个精彩的杀法 演变给大家看 直接进居一将军 此时仅此事务退流 好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杀法 金天妙手 高调马 红方直接弃居砍事 这里一将军 因为现在是双驾 黑方老将动不了 只能平降吃掉 吃完之后再次借鞠 吃底式 老将上不来呀 正好这个马在这里起了一个非常巧妙的作用 这里也是双驹一马 形成一个弃居高调马的精彩杀法 看来黑方进居准备平顶冠一步到位的杀起的时候 被红风抢占先机 快人一步 那么我们再看他第二个变化 就是直接G8退二 退居回来防守 那这里显然好像 红风啊 进攻不了底线 突破不了底线的话 就没有杀起 实则红方还有非常巧妙的居码组合 直接马五进三 这部起的黑方可得要仔细的 稍微不注意的红方品居砍中式 那么我们可以推演一下 首先他这个G啊 走不动 目前前方的G马显然不够杀 比如他走G 马一进二的话 实行的一个快马加鞭进行进攻的话 那么此时红方可以直接平去砍中式 这里一将军呢 非吃居不可 老将动不了 当你吃完之后呢 再次平去吃 将军 只能降我评测 此时红方再上马吃居 那么接下来 眼睁睁的看着红方啊 浸泡绝杀 黑方前方的G马炮三子 来不及赶回来救驾 眼看于此啊 黑方也是一个败局 那黑方在这里啊 来不及上马以及逃居 红方都有平去砍中式 那怎么解杀呢 仅此事务退六 此时红方再次退居抓炮 这不起啊 可谓说是一招两用 也是为杀起做准备的必要的一个招法 此时抓着这个炮啊 我们仔细看 黑方能不能直接逃炮呢 如果说此时炮走开的话 比如他来个炮五退二 那么接下来 红方直接平居啊 双居多士 既有杀起 同时这里松开马腿 还踩着黑方的八路居 所以说他退炮是不行的 他能不能退到底呢 感觉这步骑好像也没什么毛病 挡住了你这个居 实则红方依然可以平去砍中式 砍中炮 这里不管你用哪个试吃啊 他都有回上马踩居 这样的话 把居踩掉之后呢 居马炮三子 有非常强大的攻势 组合杀法也是非常的狠 所以说在这里啊 黑方被迫无奈 只好采取气炮 仅此赶紧适四进五 这是他比较顽强的变化 此时红方品居吃掉 吃完之后 那这里比较狠的 就是接下来双居啊 依然有多中式 这里依然是有马踩居 因为这个居啊 他不敢离开底线呢 如果说离开底线呢 我们浸泡下集 是一个非常凶狠的 随时炸弹 那么接下来 如果说退居 守住中式啊 显然我们有 平炮打马 由此可见呢 人工智能推演的棋啊 可以说是啊 步步紧逼 刀刀致命 好 今天这个人工智能的 砌十三招 盘外招法的介绍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会议议的检查看 我会议议的检查看 我会议议的检查看